Hello 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COVID-9社区 我们这里是做全网KOLVIP收费内容大集合的社区 在这里只需要市场价格的0.1折 就可以让你看到全网博主的收费信息及内容观点 来 先看一下提阿费罗 小级别看 似乎有侍从推动浪 且在周线支撑阻力互换之上 可能有支撑 但我看OI并没有明显增加 也就是说并没有明确的空头聚集 看起来并不是往常那种简单的交易 所以选择暂时不下注去做东 然后看一下提阿费罗金牌分析师Jaker说 BTZ虽然有侍从浪 反弹预期 但是已经出现了更低的低点了 做空留意这个位置 29000 然后王老板昨天11点钟的时候 开了一个多单 赚了个183U 赚了个火锅钱 胡子关闭 今日币安稳定币流入4600万 OK稳定币流入6800万 好 Jason昨天的观点就是在29937的时候做空 然后这个点一旦失手的话就会暴跌 罗胜说 BTC昨天是一根外包阳线 群内聊的比较多 我做一个分析 外包开线是一个关键信号 但是注意信号而止是一个信号而已 交易顺序先看趋势背景 再看关键价位 目前市场背景和价格出现了外包K线 这并不代表任何人入场价值 此时外包K线只是代表交易区间 然后比特币风哥昨天给了一个多单的建议 昨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给了一个多单建议 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 智哥给了一个空单 今天将止盈修改为28255 止损修改成29300 今天病痒痒的讲的不是很好 大家将就看吧 但是做单思路没问题 智哥最近确实找了专业团队了 他确实很准了 大家不要把它再当反指 Rose BTC价格在830亿美元之前不要被清算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屏幕下方链接加入社区 参与讨论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